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更TV 廣東深圳一個24歲的年輕人 日前因淋雨後發高消退不到而去到醫院求醫 之後病情竟然加重惡化出現昏迷、癲癇等症狀 醫生檢查後發現 竟然是他因罪中的三隻牙尾及時治療 導致嚴重細菌感染 有側硬腦膜下跡液並發腦散 最終醫生撤除了他部份的頭骨青龍腫 才令他脫離鬼門關轉危為安 據廣東台足電新聞報道 這個年輕人化名小張 兩年前嘴裡有三隻爛牙 但他沒有一直拖延治療 加上平時喜歡癌症 慢慢地他發現自己一感冒身體就有地方會發炎 而今次感冒罪一開始就是被鬥炎 但前幾天臨雨後高消三天都不退 一去到急診就陷入昏迷 最後還入了家戶病房 深圳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醫師就表示 當時小張發炎指數爆標 鋼蓋數源飆升超過了正常值的3,800倍 令到他反映遲鈍致力減退 經過檢查醫生初步診斷 小張得到了始源性的敗血症 顱內膿 硬腦膜下跡液劑壓造成腦組織移位 情況非常危急 深圳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主任就說 小張的顱內膿是多種細菌混合感染引起 其中多數細菌來源於他的三隻爛牙 小張就是前排一直在捱液 導致抵抗力下降 始源性細菌感染才會一發不可收拾 為了搶救小張的生命 醫生幫他做了開爐減壓手術 切除部分頭骨清除隆腫 手術後第二天他就清醒 行動智力方面目前都恢復良好 其實很多人都有爛牙 及早治療真的非常重要 想不到豬幾隻牙都會差點無命 同時我們也要適當地鍛煉身體 增強抵抗力